切切 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80 所以如果我可以得到這個圓的位置的話 那我就可以切切半徑出來 所以接下來我要怎麼去得到這個圓的位置 那這邊有一條線告訴我們 這邊有一條線對不對 那這個線實際上比較麻煩一點說 它的這個起點在哪裡 這邊有一個點 這個點的位置 是一個比較容易 這邊有個點對不對 那這個點實際上它告訴我們是一個中心點 誰的中心點呢 就是這個弧的中心點 230或210的中心點 那從這個中心點我們可以連一條線 這條線連到哪裡 連到這個弧的中點 那利用這一條線呢 往這邊偏移多少 45對不對 然後這邊不就是會有一個 一條線45 那利用這一條線呢 我們就可以切三切 就可以切出什麼呢 切出這邊的這個圓了 那另外一個圓怎麼辦呢 近色過來就好了 那就切切切就切出這邊了 切出來 切出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喔 其實最難的應該在這裡啦 就是怎麼樣畫出什麼 這邊的 這邊過來之後呢 這邊有兩 這邊線對不對 那這邊線喔 之間的角度呢 又是60的一半 就30度 那也就是我們畫出這個 必須要畫一邊 然後再畫另外一邊 所以這個地方等一下我再細部講解 因為這個地方實在是很難描述喔 那主要就是我們可以利用 後面會用到所謂的側點 側點可以旋轉 那近尊點要指向它 可以把它做一個旋轉 那做出一邊之後 另外一邊就會產生喔 那我想這裡 我想你可以先試著喔 把你大概知道的部分呢 先試著畫一下喔 那重點的部分呢 可以先把那個尺寸的部分 先標一下喔 好嗎